搶匪犯人之後 跑到人魚路吃綠豆湯 才走出門口 幾名員警立刻蜂擁而上 將他壓制 因為他偷了三輛機車 嫌犯不只偷車 在幾個小時前 他連續犯下兩起機車搶案 很多 我會蠻擔心的 因為我家也有女生 會走這條路上下 但我自己會擔心 我可能會提醒他們 案發地點在安樂區 有毒品前科的郭信嫌犯 先是在安樂高中前 搶了一名落單婦人背包 得手700元 四個小時後 再到三公里外的樂立二街 用一樣的方式搶了1000多元 本分局於4月29日 接過民眾報案 遭不詳嫌犯騎乘機車 搶奪隨身報告及財務 經教育監視器發現 嫌犯是騎乘張車尾隨 並徒手行搶飛開等財務後逃逸 但嫌犯人十歲之位 於犯案不到4小時 竟再次犯案飛車行搶 本分局獲報後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展開查契 經專案小組鎖定 嫌犯騎乘的張車 並立即通報信上警網 實施攔結尾谷 犯前立即為警網攔貨人車查購 取完清偵訊後 依搶奪 切到兌險 移送機動計程署 承辦 警方還查獲了針筒 搶來的現金700元 以及嫌犯最愛吃的零食乖乖 不過當地里長說 這裡沒有路燈 很容易成為自然死角 我們樂立二街 從六十號開始到六十二號這一個枝段 這時候 這裡晚上 因為這路燈已經申請好多數 所以它做成外置行 照兩側 一個內側一個外側 那這裡因為 可是面臨到山坡地的時候 住比較多 然後 這裡的人 大多數 晚上的人 回犯案裡的人 我們居民大多數都用走路 不管你是大道公車也好 或者是做到公路客運 從台北下班回來也好 下課的學生也好 全部大部分都是走這條路 從這邊走上來 因為這裡稍微比較暗一點 然後 有時候安全上 有時候車數比較快 因為這裡的 車子流量本身必須也是很大 然後這裡每天 現在出出路路的人都很 警方在短短時間內抓到了嫌犯 讓婦女不再擔心受怕 金融市議員鄭凱玲 陪同被案人到私分局 感謝警方的辛勞 他想說是不是他擋住路了 還靠邊一下讓摩托車過去 結果 搶匪竟然就從他的皮包 就這樣把他搶過去 而且扔住他的脖子 旁邊都是有傷痕累累的 所以在這邊 我們受害者也非常感謝 我們警方 在不到三個小時之內 就將這一個案 搶匪 逮捕到案 讓他心裡的那顆大石頭 整個驚慌驚恐的一個心中魚放下來了 真的是讓他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可以好好的睡一覺的時間 所以在這邊 他今天特地要來感謝我們 我們私分局所有的警員 這樣的協助 讓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破案 讓他能夠安心 雖然人抓到了當地里長呼籲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比照全市 在當地路段多設一點燈 保障夜歸民眾的安全 記者黃瀟銘記錄報導